哲声 校长到学校14年 这14年来 一定碰过很多 重要的事情 印象最深的 几个重要的事情 觉得说 讓你覺得好像來盛大之前 有一點你想像的不一樣 然後有關重要的事情 是 OK 好 其實最讓我訝異的是 我剛上任的時候 98年月1號 因為1月1號是元旦 所以應該是1月3號到任 那到任之後我才發現說 我們那個應該本來在 前一年的11月底或12月 要招標完成的工作 竟然沒有標到 那各位都知道 就是我們通常譬如說明年的 那個明年春季班的那一學期的 那個收費都是從今年的12月中就開始收了 那沒有標到就代表說沒有那個北投社大的承辦權 所以那時候我感覺上整個學校氛圍非常怪 因為不能收錢 然後第二個到底可不可以標得到不知道 那我們都是3月開學 所以呢 教育局就議定就是要在農曆過年前完成招標作業 因此我剛上任的校長 我只好開始重新準備那個營運計畫書 然後重新去招標參加招標 然後才得到那個承辦權才開始那個能夠正常運作 所以這個多長的時間讓你做這件事情嗎 大概不到一個月吧 所以一上任不到一個月 對 所以那時候還好 因為之前之所以沒有招標 聽說是有一個文件沒有準備好 但是營運計畫書已經有了 所以還好就是把舊的營運計畫書拿來再重新修改一下 然後再去做招標的工作 建議學校第一個震撼 對很震撼 對 接下去呢 接下去就是開學以後 然後開學以後突然間我們的協辦學校說 希望我能夠離開不要在學校了 不要在這個協辦學校了 我那時候很訝異耶 因為北投社大也算是一個在外界評價不錯的社區大學 怎麼突然間要被學辦學校說不要在學校裡面辦學了 但是我那時候其實還挺高興的 因為那時候我來台北市擔任北投社大校長的時候 我也有去了解一下十二所社大的狀況 十二所社大的狀況裡頭 大概只有北投社大跟南港社區大學是屬於偏遠學校 所以我們當時的學員的人數 這兩所一直都是居倒數第一或倒數第二 所以當協辦學校說你們要搬走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挺高興 我開始去找位於捷運旁邊的那些國中 一所一所的找 結果找了三所都告訴我說不行 他們都額滿學校 他們沒有空間可以提供 因此我就只好回過頭來請教育局說 那你們可能要幫幫我協調 不然他們要把我們趕走 那我們就整個沒有辦學的地方 所以教育局就科長 就來學校跟協辦學校開了好幾次的協調會議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最後一場協調會議的時候 科長講了一句話就是結束以後 他當場講了一句話說今天是我來的最後一次 如果今天我們所談的還不算數的話 下一次就不是我來了 好意思就是可能有更高層的人需要進來 好那結束之後 我一出到那個會議室的門口 外面其實掛了一個白布條 那個白布條寫的是北投射大滾出去 對 西民國中的教師會寫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跟西民國中的關係不是OK嗎 我不太了解到底什麼原因 反正那個時候我來的那半年 在我想溫老師一定記得就是我們是在前面上課 跟國中生混著用教室 他們白天用我們晚上用 但是那時候經常我們會被 譬如說如果學校的總務主任看到學校裡頭有煙蒂 就說這是你們社大的學員留下來的 或者有什麼弄髒了 就你們社大的學員弄髒了這樣子 我也不太了解為什麼關係會弄得那麼不好 但是還好就是那一次就這樣協調完畢 那協調的結果就是因為他們最後就說 我們後面有一棟五層樓的大樓 那一二樓是他們的特教班 三十五樓長期不用 那你們乾脆就通通搬到那邊去 所以我們那一年的暑假 我印象中是六月底就開始搬家 就是非常熱的熱天就開始 我們的志工我們行政人員 然後叫了幾輛那個貨車 就一個一個就搬到這一棟來 那搬過來的時候 其實我想溫老師經歷過 那時候幾乎所有的社大的師生都說 這裡怎麼會搬到一個廢墟來 因為整個牆面斑駁 那個臂癌非常的嚴重 但是最後我們還是搬過來了 馬上是英國德國 這個是在上任半年左右 半年左右 對 第二個是談教 是 那接下去還有什麼其他的 那因為來了之後 就是一個類似廢墟的一個空間 所以也很謝謝 當時我很深刻印象 那時候我找了一些老師開會 我記得那時候 文老師做了一個提議 就是說 那要不要我們邀請一些班級 每一個班級任養一間教室來做粉刷 那一年剛好碰到 那個台灣一個很嚴重的災害 叫巴巴風災 那我知道說很多社大都進到災區去幫助災民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們北投社大自己有災情 所以沒辦法進災區 不過那時候 那個文老師這個提議我覺得非常好 那我也回頭去跟董事長報告 那董事長也支持 而且董事長也提說 那我們這樣子好了 我們為了避免大家覺得說 好像無端的找大家來做義工 所以就提出說我們是不是每一個人 如果來這邊粉刷一個小時 我們就相對捐100塊出去 然後就累積的錢我們就捐給災區這樣子 那最後其實是一共累積了470個小時 換句話說4萬7 可是4萬7其實錢不多 所以後來我們其實後來把它補到10萬元 就捐到災區裡面去 那那一次其實讓我感受很深 甚至到現在我知道有一些老師學員 都對那件事情非常懷念 覺得說這個校舍是我們自己努力過來的 不過文老師問我說第三個震撼教育是 即便是我們做了這樣粉刷之後 這棟大樓因為當時沒有電梯 五層樓 然後其實上上下下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想說 那我怎麼去改善這個環境的部分 那第一個改善當然就是裡面粉刷好了 可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外觀等等 其實都要維持原來的樣子 所以剛好在我印象中在大概100年左右 那時候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要推一個叫做社區學習服務中心 他們等於是要求12所社大在每一區成立一個社區學習服務中心 意思就是說這個社大本身要有一個空間 讓社區的人想要了解當區的那個學習的那個資訊的時候 他們可以來詢問 可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幾乎所有的社大都是晚上才有課程 然後也都是在學校裡面也都是只有一間辦公室 其他的都是跟學生共用的教室 所以真正有條件這樣做 其實那時候雖然我們校舍很破舊 可是因為我們空間就變多了 而且我們白天也可以用 所以我們其實是最有條件 所以我那時候就設計了一件事情 我想說既然市政府要我們做這個社區學習服務中心 我就搶先第一個來做 然後我就因為第一個做 所以我就很正當的邀請當時的教育局局長來我們這邊開幕 各位如果到我們一樓的那個樓梯 左手邊有一些牌匾 有一個匾就是北投區的社區學習服務中心 所以我就利用這個名義把局長給找來 那找來之後呢他就做了一個開幕的活動 然後開幕完之後我就邀請局長說 欸局長我來看看我們的校舍 所以就請他從一樓開始爬到五樓 然後爬完了之後他就說 你們這地方怎麼上課啊 對然後怎麼髒髒亂亂的 所以他就馬上折成隨行的那個交易局的同仁說 欸這個可能我們要花一點錢喔 來做整修 所以我們第一個整修就是那一位局長 但是那一位局長 講了這一句話之後沒多講就嚇人了 然後到底整修什麼時候也我們也毫無下文 那我有一次在另外一個場合 他已經不當局長了碰到他 他很熱心在問我說欸你們工程怎麼樣 我說局長你可能要打電話回去盯一下 不然的話喔那個我不曉得要拖到什麼時候 不過後來就第一次我們就這樣子完成了 所以那一次其實是我自己覺得說 欸設了一個小小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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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讓局對不對 讓局長來這邊幫我們做了第一次的整修工程 是外面的粉刷 外面的粉刷 對主要是外面 裡面也有做了一些粉刷 因為譬如說走廊的部分我們之前沒有粉刷 我們只粉刷那個室內空間嘛 所以效色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 對 那接下去還有沒有什麼特別 除了這個效色之外 接下去有沒有什麼特別讓你的印象很深刻 然後覺得哇這是很重大的一個挑戰的事情 是 還有一個當然就是電梯啦 電梯 就我們一直都是五層樓 那這個電梯我們一直覺得應該有一個電梯 所以那時候一直在想說怎麼樣去蓋電梯 我們這個協辦學校新民國中 本身就是一個那個山坡地形的一個學校 上上下下的 那可是這個學校竟然完全沒有任何一座電梯 那時候剛好是科批那個準備 已經那個選上了準備當市長了 所以那時候也是跟我們基金會的董事長討論以後 就想說好那是不是再設一個局請科批來 再來蓋一個蓋一個電梯這樣子 那科批那時候剛上任的時候非常積極的 做各種那個政策的改變 特別是他把那個里長的報紙通通取消掉 那所以我們就邀請他到北投社大來了一趟 那來了之後這也是文老師他們辦的幫忙 我們一樣設了一個局 然後邀請了一位那個我們的學員 組著拐杖 然後就唱了一首歌 然後就跟科市長講說 我們這裡就是這麼多的長輩在上課在學習 但是我們都要爬五層樓 所以科批呢當天就說 那他就把省下的那個報紙的錢 就拿來蓋我們的電梯 所以當天他就承諾了 只是那座電梯我印象中蓋了四年以後才蓋好 但是總算蓋好了 有了那個電梯之後其實幫助我們非常的大 所以那個是我覺得在這個十幾年當中 一個也非常重要的一件關鍵 對於整個學校的師生有幫助的一件事情 那電梯之後還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最近疫情 對疫情這件事情 疫情其實我自己最近因為我要離開 所以很多的老師學員會跟我聊天講 他們對這件事情其實感受非常深刻 那疫情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去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開始我們辦演習 因為那時候我就想說總不能疫情來全部都停掉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有沒有可能有一些班級可以進行線上的教學 所以我們就開始辦理線上的演習 那我剛剛講說很多老師跟學員會 特別是老師會提到這件事情是 因為我們有些老師其實跨很多社大在教學 他們說面對疫情只有北投社大是很積極正面的在處理 很多社大可能就放著不管 那我們當時其實是認為說 我們不能夠把那麼多的學員跟老師 一個是當他全部都停止的時候就影響到老師的收入 那當全部都停止的時候 學員其實就等於要悶在家裡頭 所以我們就開始進行那個講師的演習 就開始讓大家學習怎麼樣用線上的軟體去做線上教學 那比較有趣的是我們第一次 我們其實辦了兩次 為什麼辦兩次 第一次辦的是用那個叫Zoom那個軟體 那辦了大家都學會了 結果後來經過沒多久 教育部說Zoom不能用 所以我們只好再辦第二次 再教其他的軟體 所以我們就開始教 那我也很感謝我們這些老師們 大概我印象中 我們第一次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有大概50個班級 就全部都轉為線上 那個規模其實是相當大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 北投社大在疫情這一場裡頭 遭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但是我們算是非常穩定的過去 第二件事情是 在疫情當中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因為畢竟還是有很多的老師 因為疫情 他收入就減少 那我剛好那時候是擔任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理事長 所以我就去找部長說 你們碰到疫情給各行各業都有紓困 那是不是也可以給社區大學 跟社區大學的老師紓困 那時候部長聽我說了以後 他覺得他很贊同他來爭取 那我另外一方面尤其找了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在地的立委吳思瑤 我請他幫忙 結果沒想到在第一輪立法院討論的時候 其實是失敗的 但是吳思瑤就打電話給我說 他會繼續爭取 所以後來就爭取成功 所以我們十二大就開始有紓困 那第二年各位記得就是碰到那個三級警戒 那是不得不全面停止的 所以那一年也更純熟做紓困這件工作 所以我覺得紓困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自己剛好也擔任全國的理事長 去爭取了這個紓困這件事情 然後在第二年的那個三級警戒之後 因為大家完全不得不 沒辦法線上的時候全部都停掉 那時候其實我們非常的憂慮 憂慮說停掉之後 第一個我們需要處理很多的那個 那個退費啦 然後等等的各種手續 還有第二個 到底什麼時候 會 會恢復那個實體 完全沒有人可以預測 我們那時候一開始都是兩週兩週的去判斷 那就這樣一直從五月中 一直判斷到七月多 都還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那時候非常憂慮 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處理 包括我們很快的把暑期班 就停掉 停掉之後呢 我就聯合台北市其他的社大 跑去跟台北市政府講說 好那暑假 本來我們其實社大是可以有收入的 但是因為我們就全部停掉了 大家也就失去學習的機會 所以有沒有可能比照新北市 因為新北市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補貼給各社大20萬 去開線上課程 所以後來台北市政府也就比照新北市 就補貼給各社大各20萬元去開那個線上課程 所以我們現在有幾門 大概每一學期有五門線上課程 就是當時延續下來的 那第二個就是我自己非常感動的一件事情 那時候的憂慮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一年的收入會不會有問題 那因此我們那時候我想 如果有班代或老師就有印象 就是我們每次開會都是線上開會 然後線上開會在提出很多的問題的時候 就提到這件事情 那有班代其實是主動提議的啦 班代就提議說 那那個學校每一次在報名的時候 都有限期九折優惠 其實我們可以鼓吹大家來放棄九折優惠 所以後來我們就因為班代的提議 那其他班代也附和 所以我們就很大膽來開始去做文宣 我自己錄了一個影片 然後就那個就開始請班代傳給所有的學員 在那個那個從那一年的秋季班的那個報名的網 網路那個網路不是網路報名 就是班代在團報的時候 就開始鼓吹大家那個放棄那個九折優惠 我們後來我後來去檢視 有絕大部分放棄九折優惠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學員其實是放棄他本來五折的優惠 總計我算了一下大概有五百個學員 放棄的他原來可以享受的優惠 所以也讓我們北投社大在疫情那一年 其實度過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難關 我自己在評估如果那一年沒有班代這樣的一個 那個告訴我們去發起這個放棄優惠 以及我們那一年的紓困 那一年北投社大一定是赤字 那果然其實第三年就是去年 因為去年疫情還是繼續延燒 但是去年政府可能覺得已經沒有紓困的需要了 結果去年北投社大就赤字了 北投社大在這十幾年 我來這邊十四年當中 唯一只有三年赤字 第一個就是第一年 第一年那時候亂成一團 很多因為搬到這一棟 我看到那一年其實流失了非常多的課程跟學員 那第二年也赤字 但是赤字的幅度就下降非常多 那從此以後大概都是正向的 都是有英語的 直到去年再次碰到赤字 所以這個也讓我自己覺得 怎麼會原來疫情其實影響我們非常的大 其實這非常變得不容易 不要這麼偏遠 然後又遇到這麼重大的事情 那這十幾年來 你覺得在北投社大最得意去做課程 或者是我們的學習或者講師的特色 社會 讓你覺得最得意的一些創意或者做法是怎樣 好 我其實 我印象中 我剛到北投社大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第一個我覺得我接校長 我必須要去認識這個學校 那所以我印象中 我剛來北投社大的時候 我開始找老師們開會 然後去詢問老師們說 那到底北投社大有什麼樣的特色 結果很有意思 開了好幾次的會議 我本來想說北投社大就是溫泉 然後那個什麼環境等等的 結果最後我得到的答案叫做人情味 這非常特別 那確實這個地方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那我為什麼講這件事情 我今天下午剛好跟台式大一個教授開會 他提到一個事情 因為社區大學對我來講 我之所以願意投入 有一個很重要的那個理想 其實催促著我進到社區大學 就是要促進公民社會 那什麼叫做公民社會 我看到絕大部分的社大都很積極 覺得說我要去反和 我要去什麼參加什麼那個遊行 那個叫做公民社會 可是我一直覺得不是這個樣子 我一直覺得說社大其實應該要建構一種共好 大家可以互相陪伴互相共好 的一種社會氛圍 我願意成就我旁邊的這一群人 那我今天下午跟台式大那位教授討論的時候 他提出一個 他說其實在公民社會的理論當中 有一派學說叫做關懷倫理 關懷倫理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有一群人 我們彼此之間可以互相聆聽 然後我可以願意退讓我自己的利益 我去成就另外一個人 那我自己覺得在北投社大這個地方 其實我非常感受到這樣的一個氛圍 那這個氛圍我這樣講 就是說我自己從一開始 就是北投社大這邊開始這個校舍慢慢穩定之後 我就邀請了一群老師學員跟志工 我們組了一個叫做智囊團 叫做北投社大智囊團 因為我覺得說北投社大 北投社大到底是不是一個學校都令人存疑 就是一個社區大學如果 所有的老師都是堅韌的 他只有上課的時候來學校 下課就離開 那學生也是一樣 就是上課來下課就離開 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的關係 跟行政沒有關係 老師跟老師之間沒有關係 那學校就做學校的 那只是開一個空間讓老師來授課 我不認為它叫做一個學校 所以那時候我一直覺得說 我覺得對於我們擁有這樣一棟大樓的時候 北投社大到底要怎麼往前走 這個空間要怎麼去規劃 所以我那時候就邀請了一群師生跟志工 就成立一個智囊團 說那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然後可以提供給學校 因為我覺得這個學校是屬於所有的老師 學員共有的 那當時我請了那個 淡江建築系的黃瑞茂老師來帶 他是建築系 所以他就幫我帶這個 等於是一個工作坊 帶了聽大家的意見之後 他就請他的同學去做了一個模型 是我們學校這棟大樓一樓跟二樓的模型 把當時大家的期待用模型做出來 那個模型當時就展示在校園裡頭 可是模型展示出來之後 我們有一個志工就跑來問我 他說校長 這會兌現嗎 因為那個模型 我跟各位講 這一間就是模型之一 隔壁那間就是模型之一 還有就是 我們其實外面的那個空間 也當時做了一些規劃 所以他就問我說 校長這個會兌現嗎 我心裡想說 可能大家都會認為說 我們就是玩一玩而已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去兌現 即便沒辦法百分之百兌現 至少也能夠兌現到一大部分的工作 所以我就想盡各種方式去爭取資源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間 按照當時的規劃做出來 把隔壁那個一間變兩間 那個也是當時規劃做出來 然後外面那邊很可惜沒做 那邊本來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想做的事情是 我們外面本來有那個水溝 本來是想把那個水溝 變成是一個生態溝 各位我剛剛不是講 那時候那個教育局局長答應 幫我們整個整修 整修其實是包括外面那個 外面那個空間的 整個路統統跑出來 重新鋪過的 所以那時候在要跑的時候 我就跟西民國中講說 那那個水溝可不可以流下來 我們來做成生態溝 他們不肯就是不肯 不肯就是不肯 所以那件事沒做好 但是後來我換了一個方式去做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的 就是我們一個中水回收系統 那時候後來我就另起爐灶 就找了我們的那個原生之物老師 水電班老師 還有景觀設計班老師 去做了一個中水回收系統 然後去建構了我們目前爬得滿強的那個綠簾子 所以我就換了一個方式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我自己也感受到說 第一個就是因為這樣子去做 我們其實有很多工作 包括溫老師有參加的那個講師音樂會 也是在那個智囊團裡面 大家在討論說 未來北投社大可以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生出來一個想法 所以慢慢慢慢生出很多東西 這些東西不是我的想法 不是我們行政團的想法 而是我們這一群老師跟學員 大家共同的想法 然後大家一起去實踐 然後讓我感覺到就是說 這樣做起來的結果 其實大家對這個學校會有更大的認同度 我來到這裡大概到第三年的時候 我才聽到一句話 那句話就是有人在傳說 這個校長是來玩真的 我自己在猜 因為在我來之前 北投社大有六年的時間 總共換了三任校長 所以大家可能也覺得說 校長就是這樣子不斷的轉換 所以我一直到第三年我才聽到有人 因為其實我剛來的時候 其實我也聽到有一些質疑 為什麼找一個紀錄委來當 北投社大校長 對 但是到第三年之後 我開始有聽到說 這個校長是來玩真的 這個校長真的是想做事 這樣子 這麼多年 這麼多年 我在你身邊 然後 你有一個特色就是 你做什麼事情 你都是會去找人 是 找大家來聊聊 談談 然後挖個坑個 大家就笑下去 那是你一貫的作風嗎 還是你的 還是你來到這邊的感受 還是你在基隆 又曾經這樣做 好 其實我一直都是這樣做 那這個原因就是我剛剛提的 我一直覺得 第一個在民主社會裡面 沒有一個所謂很能幹的人 自己可以做到一切 第二個 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應該讓社區大學 變成一所真正的學校 所以我也看到 很多人來到北投社大 或跟我們有接觸的人 非常訝異 北投社大很多老師 彼此之間關係非常好 相較於其他的社大 其實差異性非常大 那我覺得這是我自己 想去營造的一種關係 就是說大家應該是有一種共好 而且是為了這個學校的理念一起去做 那那些事情都是我 某種程度可能是我想去做的 可是我其實也看到 因為這樣做之後 其實一個一個小小的團體 包括班級 自己也會去做那件事情 那尤其是我們有這棟大樓之後 我們空間非常彈性 我常常會看到有一些班級 上完課之後 特別是上午或下午的課程 上完課之後 因為還有一些空餘的時間 學校不會馬上把你趕走 各位我以前在基隆社大 因為沒有自己的校舍的時候 都是晚上上課 不能太早到 然後一下課馬上就會被警衛趕走 所以他完全沒有任何空間 可以使用那間教室 可是在北投社大裡頭 我們不會去趕人家 除了晚上要下班那段時間之外 其他時間不會去趕人家 晚上如果七點上課 你要早一個小時來 甚至一個半小時來 我們也就讓你進教室了 所以我其實看到很多的班級 他們下了課之後 會自己就在班級上開始聊天討論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有一年看到一個 我自己很感動的一個影片 就是我們學校有一個 這個芭蕾舞 成人芭蕾舞班 每一年他們都是 有一齣劇的演出 用一個北投的故事去演劇 那我其實那時候一直很好奇 就說那這個劇本是怎麼去設計出來的 我有一次請洪麗金老師去做分享 他去秀了幾個影片 那那個影片就是 他們下課之後就坐在地板上 就開始去討論聊天 那到底最近北投發生什麼事情 有什麼東西可以值得拿來做一個議題 來做一個劇本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沒有經過那個過程 以及沒有這樣的空間的提供 可能他們成本上會提高 也許提高到他們可能也不願意這樣做 因此我認為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另外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我去推了讀書會 推了班級讀書會 我當時也是認為說 透過班級讀書會 讓老師可以在課餘時間 老師跟學員都一樣 在課餘時間能夠有其他的聲音 大家變成一群朋友 而不是只是為了來上課而已 所以也十幾年了 我記得前幾天我碰到一個人問我說 校長你走了以後 讀書會不會繼續存在 我說應該不會變吧 對啊